中美贸易协议又出现了重大的变数 美国总统川普就公开表示了 他还没有同意取消任何的官选 甚至还说美国像打破鸡蛋一样 破坏了大陆经济的供应面 美国总统川普一现身阿拉巴马州 杜斯卡罗萨的布莱恩丹尼球场 现场超过10万名球迷热烈欢迎 两周内参加第三场运动赛事 但就在他准备出席这场大学美式足球赛前 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一番谈话 这次为中美贸易战投下震撼弹 川普表示针对中美已经达成取消部分关税协议 以及美国愿意放宽关税是错误报道 等于公开打脸大陆商务部分阶段取消关税的说法 川普甚至还说如果不是对的或很棒的协议 他不会签 川普话一说完立刻引来大陆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推文痛骂 说川普言论根本不符合市场期待 胡锡进更反呛 美国不取消关税 第一阶段协议就没有办法签 紧接着隔天川普又在隔空喊话 表示中美谈话进度比他想的还慢 但至少进行的很顺利 话说的很重 完全不顾第一阶段协议 双方正在进行讨论 在中美双方持续角力之际 拥有先进制成晶片制造能力的台积电 近来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焦点 传出美方对台施压 要求不要卖晶片给华为 同时为了确保美国国防部 军用晶片供应无缺 要求台积电赴美设厂 长官报导台积电予以驳斥 强调台湾和美国政府 都没要求台积电不要贩售晶片给华为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合则认为 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战场 台积电可能被迫选边站 而且一定无法逃避 东森财新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